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讲啊 来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长长跳跳别打脚帅 别看样子怪 其实我很乖 怪物身上乐开 天上玉地天然呆 德古拉伯爵他很宅 龙王爱看连续剧 女巫用水晶球点菜 过云怎么又死机了 猫王英雄爱捣乱 每次都会被打败 其实我是个好人 谁信啊 来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魔法先说猜一猜 别看样子怪 其实我很乖 怪物身上乐开 坏 空气真是清新啊 狐狸 你这毛毛萨萨的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改啊 我太着急了 怎么你没去山下吗 去山下做什么呀 你竟然不知道 山下有一家人有收藏碗的习惯 其中一只被鉴定为唐朝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们家很节俭 一只碗能用这么久 这意味着他们家可以从此以后成为有钱人 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有这么好的事 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热衷于收藏的原因 这么多人还有谁 大家都活了那么久 哪个妖怪没有收藏爱好 小青那就更是神秘的不得了 几乎什么都收藏了一些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最近也在琢磨收藏一些什么好 收藏 这个是鹰棒 这个是法郎 这个 这个是我在非洲收藏的 很少见哦 真的假的 这个 你眼光不错 有几个确实不是真货 还是能看得出来呀 老大 我只是表示吃惊而已 没问钱币真假 越来越狡猾 不好学 狗狸说山上几乎人人都有收藏 真的假的呀 总问真的假的 告诉你 在我们搞收藏的眼里 真的是真的 假的 也希望是真的 山上的人 马面的油票有几张很值钱哦 油票 我要去看看 宝贝们 有人来看你们了 这是我去年一年积攒的成果 先看这个吧 一年就这么多 平时没听你提起过呀 收藏的快乐在于自己欣赏 以及和同行探讨 不在于炫耀 那可是失掉了收藏的意义 这是我收集的兔年生肖 这么多年每年都有 这是股市大涨那一年 这是萝卜跌价那一年 萝卜跌价 萝卜跌价 是啊 你看 还有猪肉掌架 连库法流行 还有我最爱的智灵姐姐 都发行了油票呢 哇 这么有学问呢 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这算什么 我的收藏只能算玩票而已 跟达库拉先生比 简直不知一提 什么 达库拉先生也有这个爱好 哇 你们到底有多少 我不知道的秘密啊 嘿嘿嘿 马面这么说的 是啊 马面说 这怪物山最懂收藏的人 非你莫属 这倒是实话 你准备好了吗 马上就要到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呃 不卖棺子会死啊 没有耐心 可是收藏的大忌哦 已经没有耐心了 你们每一个都神经兮兮的 各种规矩 好不容易来个欣赏收藏的人 求求你看一眼吧 请进 这这 这就是你的收藏 原来你收藏照片啊 这间房子 只存放我收藏品的照片目录 呃 什么 这只是目录 嗯 嗯 请 这只猫终身都在奔跑 直到死的最后一刻 我把它做成了永久的奔跑姿势标本 陈列在我的收藏室里 这是全世界最懒的狗 活活懒死的 倒嘴的骨头都没有吃到 我把它做成标本用来告诫自己 能不看这么发人深省的东西吗 去那边 我给你看看各种树叶 那个很清新美好 哇 树叶你也拍照片放在这里 干嘛这么费劲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水分的蒸干 树叶会变得越来越脆 在我家里有一整座城堡 专门收藏它 你要是感兴趣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哇 这个是毕加索家门前的树叶 这是梵高的现日葵花瓣 这是莫奈躺过的草 哇 这是剑池湖咬过的一种植物 不知道叫什么 这可是我最真爱的啦 这是什么 我想起来了 这是被我咬过的鸡腿 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太难喝了 搞不懂你们怎么喜欢这个 这也是我的收藏啊 猫屎咖啡 我说怎么有骨子怪味 其实收藏不一定要买贵的 应该是有趣的 有人收藏电影票根 有人收藏水杯 就看你的爱好和眼光了 这么说收藏没有多难啊 对 关键就是要成规模 我好像明白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 你去忙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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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穿的旧衣服吗 快快都给我 你要旧衣服干什么 我在搞收藏 到时候请你们大家来看 好吧 好吧 我窗边有个大柜子 右边上层 里面放的全都是我不要的衣服 你看着挑吧 好嘞 他已经跟我们所有人都要过了 小青和狐狸本来不想给 但是经不住他每天苦苦哀求 我收藏旧衣服 放向队吧 老大曾经也是时尚教主啊 他把我房子里所有的衣服都撕了 东西也都砸了 我所有的收藏笔圈都毁于一袋 这么疯狂 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 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 这都是那条短裤弄的 都是我太大意忘记了它 这是一条想当帽子的短裤啊 已经成精了 想当帽子的短裤 还真够有上进心的嘛 谁说不是呢 这条短裤只有和帽子放在一起 才能冲开我的封印 牛头 你是不是把它和帽子放在一起了 是啊是啊 我没太在意 你可太不讲究了 这两样东西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 会走霉运的 你看 为什么我搞个收藏就这么坎坷啊 收藏衣服不是最安静的吗 别哭了你还真提邪门啊 每次都是你最容易撞的怪事 上次的饺子这次又是短裤 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整个腰被子腰 我给你拼了 老大 这个短裤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吗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呀 他被我管了一百多年被憋屈坏了 天知道他会怎样的威非作呆 我们马上去搜山 找到那个短裤妖怪 算了 找到也没办法 我还是上天直接跟玉帝自首请求原谅吧 老大 都是我害了你 我还是自己去吧 这种放走恶劣妖怪的大错 你是扛不了的 玉帝会略微看在我平时做事小心的份上从轻法落 老大 我们再找找吧 再找找 你们不知道 这只妖怪非常可怕 我看管不严 放走了他 当年给他的封印也确实太马虎了 快帮忙 怪物老大 帮帮忙啊 快帮帮忙 这条短裤昨天晚上跳到我头上 这再也不可下来了 好上好时尚啊 达库拉先生 您走的是英伦学院风路线吧 快过来让我们仔细瞧瞧 真的吗 是的 黑老大 快快快快 黑老大 快快 封印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什么意思啊 这个 容我日后跟你解释 不过先告诉你一个悲惨的消息 这个帽子你恐怕得戴很长时间了 因为我把它封印在你的头上了 我怎么见人呐 俄罗斯方块够老的游戏啊 狐狐狸 今天要是你能说出从这个游戏中学到了什么 我就不罚你 啊 我 嗯 这 嗯 都听着 这个游戏告诉我们犯下的错误会积累 取得的成就却会消失 我怎么觉得这个游戏说的是犯下的错误多了 自然就身居高位了 并且 如果你真的身居高位 一旦有一点点不小心 game over的比率也要大得多 啊 这个游戏这么深啊 那我不玩了 就像猫头银 住在树上 啊 这就是怪物山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走遍了世界 我才知道 天堂一直就在我身旁 梦里的一直是故乡 终于 adoles了 天堂 人员